我们现在要先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把我们这个资料整个上传到一个网站上面 微软公司或者是其他的大数据分析的AI类的关系 现在全部都是要求就是说 我们的输出不再是以单纯的存在本极端 而应该上传到一个网站 方便让主管或者是长官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他在拿到开放资料的时候 直接呈现什么内容 直接呈现这样子一个内容 例如说在这个资料里面我点一下 他就直接可以观看到 哦 号发在11月 好像这个登革热是有一个季节性 他在11月的时候 各个县市的一个分布的情形是怎么样 这边大致上都可以稍微观看一下 那重点我是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这个资料怎么上传 你必须要先有一个就是Power BI的帐号 这个帐号呢 他其实哦 在申请的时候 他要求你一定要用组织 一个组织的帐号 什么叫一个组织的帐号 像例如说我是在国立阳明大学 所以呢 我就要使用这个阳明大学这个组织的电子邮件 来去当作申请 所以您看哦 我在这个地方 而且呢 其实坦白说 他会先帮你直接开通Office 365 因为Power BI它是属于Office 365的其中一个应用程式 我不曉得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说微软公司它开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应该说是APP的中心 举例来说 我现在我们就先登入我的 怎么样到Office 365呢 我只是先让你们知道一下 如何到Office 365 其实只要你注册好Power BI 你就可以进入这里了 在这个地方 www.office.com 这应该还蛮好记的 然后点选登入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输入自己的帐号跟密码 自己的帐号跟自己的密码 然后登入 登入之后呢 如果说你是 比如说管理者 你当然可以去启动这个Power BI 因为我本身也肩负了就是我们国立阳明大学的Office 365的一个管理的权限 所以我可以去打开这个Power BI来去做一个观看 好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个Power BI 那你有没有发现 Office 365它整合了邮件 行事力 还有你最近的活动 还有你最近的活动 或者以下PowerPoint的这不用说了 甚至还有云端硬碟 当然 它还整合了每一个人都有资料 资料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数据分析 好 Power BI 就在这里 好 我只是要提供给你们 稍微参考一下这个东西 好 这是Office 365 所以我现在我先登出 基本上你们在座每一位通通都有这一个 但是请你不要登入了 请你不要登入Office 365 因为它有适用的期限 Power BI它没有适用的期限 目前为止你随便你要用一年都可以 可是Office 365 了不起让你用60天 所以你登入之后 你等于是说到时候你就进不到这里面来了 日后你要再进去 用你的组织再进去Office 365 你可能就要开始缴一个月大概缴两三百块 看你们组织 你是要使用多大的Office 365 那我现在我就先登出了 好 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请你们做 只是我要先让你知道一下 其实Power BI它是属于Office 365 里面的一个APP 好 好 好